大家好 欢迎来到精英运动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之前的几集我们做过不同的运动 最近也做过上半身的伸展 今天我们做一个下半身的伸展 下半身的伸展有些什么 最主要是大腿和大腿和大腿后面 可能是小腿和大腿内側 今天我们不如做四个吧 大腿的前面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首先摸一张椅子 家居嘛 一定有椅子 然后用另一只脚 配另一只手 这样去拉 我给大家看看 这样拉不是这样 无此经地拉 身体是直的 肚子稍稍稍稍稍 拉 膝蓋也要拉斜 这样就对了 好不 这样也要一个 当然做完一变 就要做另一变 下一个是什么 下一个就是大腿后面 好不 大腿后面怎么做呢 家居的训练 我们一定有椅子 大腿后面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用这张椅子 接着呢 人 丁着这个脚 然后呢 身体好像人家跳巴黎舞那样 这样 摸下去 那你会感觉到 这个整个大腿后面都有伸展 拉扯 好不 但不需要这样的 你不是躺下去 看着前面 这边摸下去 同一时间 同一时间 保持正常呼吸 腿有点收紧 好不 那做完一变 当然要做另一变 那这一张椅子 是给你去做这个支撑的 可能是第一次做 那如果我没有椅子 是怎样的 就这样 行不行 好啊 那如果你说 咦我不用椅子 我家里没有椅子 知道吗 那坐在这里做不做到 不可以 第一个 刚才是第一个 我们刚才做过大腿后面 对不对 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做 坐直的身 然后慢慢向前 你看到我一手指要走路 对不对 其实是什么意思 就是带我的身体向前 我不是这样坐 千万不要这样坐 有机会拉伤你的腰椎 那最好 这个就是 再上一级 就是脚趾向后 再上一级 好啊 那这样子 再上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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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这样子 拉到大腿后面了 好了 其实刚刚我做完这个动作的时候 小腿都会有少少拉起来 因为我的脚趾向我这边去 那当然了 你可以拉住它 或者它拉住它 也可以 但是不要太大力 好吗 好了 之后呢 大腿内側 如何做呢 当然 脚趾可能要慢慢打开它 好吗 这样 可以有个弓字 好吗 这个也是一个 然后把你这个 宽关节 有少少好像一个 旋转 好吗 旋进去 就是 脚趾弓的话 船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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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一些简单的拉伸 这就不会容易 弄伤到自己 如果你有一个很轻鬆的 下一步我可以什么做呢 那可能要翻身的了 跟着呢 两个脚这样向出 这样 这样去做 那这里呢 大腿落脂呢 就可以伸展到 那你伸展的动作做多久呢? 每一个动作最少15秒 那可能你做完左脚做右脚 再做完左脚再做右脚 右脚再做左脚 每一只脚起码做三至四次 每次大约15秒最少 一个星期做三次 这样做完运动就行了 在最后 多谢大家的支持 也有看我们之前的几条影片 包括有上升的动作 下升的动作 我们也有不同的影片 给大家去参考 去欣赏 多谢大家的支持 给个赞我们 还有在YouTube的频道 右手边的铃铛 有什么新的视频 第一时间都可以见到 我们下次见